尊敬的各位老师 尊敬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请掀开圣学根之根 百家姓 我们从第一册 第五十三页的第三行开始看齐 和吕诗章 上一节课我们学习到和性 在万幸同谱当中 谈到和是炉江 炉江是郡旺 他的来源是周五王的弟弟 唐书渝 唐书渝的一孙 韩王安的后代 因为俄物而成为了和 从韩变成和 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不同的说法 那么总的来说和性是出自于畸性 它是由韩性转化而来的 在周朝初年的时候 周成王的弟弟 苏渝被封在唐 成为了晋国的开国君主 那么他的第十一代的 十一世的孙子叫做万 被封在韩 成为韩无子 所以他的后代就以韩为性 那么这个和性 就是由韩性转化而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韩性发展到了淮河和长江的时候 就被当地人读错了 这个韩读成了和 那么还有一个说法呢 是一位韩性的人被官府追捕 那么当官吏追查到他的时候 他就知道寒冷的河水来回答他 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寒 河水很冰冷 很寒冷 用这个寒来代替他原来所性的寒 寒性 可是官吏却以为他姓河 河水的河 后来他又把河水的河改成了人字旁的河 后世子孙就以河作为姓氏 上节课我们还提到了 和性除了以上的来源之外 还有由少数民族改姓而来 或者是在原名这个时期呢 就有的人被次性为和性 那么以上呢 就是这个和性的来源 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了和性的一位代表人物 叫做和修 是汉朝时期研究公养学 古良学 还有左侍春秋的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 那么由于和修 他当年讲经教学 教化了许多的读书人 所以在汉朝这个时代啊 儒家的教化就大行于事 好 这个是和修 那么今天呢 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 另外一位和性的代表人 叫做和燕 那么和燕 他的生平 在万性同谱当中 也有记载 和燕 自平书 他是 晚人 静之孙 这是说啊 他是 这个 和静的 孙子 那么和静是谁呢 和静是东汉的一位大将军 那么和燕 是 这里说 这个碗 碗人啊 碗在什么地方呢 碗就是在今天的河南南洋 所以我们可以说和燕啊 他是河南南洋人 在古时候这个地名啊 就叫做碗 和燕是三国时期一位非常著名的玄学家和大臣 他的父亲因为过世的非常早 最后来啊 曹操 就把他的母亲引誓 纳为小妾 并且收养了和燕 曹操本人对和燕是非常宠爱的 那么和燕这个人呢 天资非常聪明 而且能言善道 加上他的相貌长得非常庄严 非常白净 所以曹操就特别喜欢他 在东汉灭亡曹魏兴起的时候 和燕因为他的聪明善变的这种才能 所以成为了当时 在曹魏这个时代 他是玄学的一位代表人物 那么他不但得到了曹操的疼爱 后来曹操又把自己的女儿金香公主 许配给了和燕 因此和燕的声名就越来越高了 但是和燕之所以出名 不仅是因为他是曹操所宠爱的这个养子 也不仅是因为他娶了金香公主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重要原因 是因为他的学问非常的好 他喜欢老庄的学说 那么到了魏文帝曹批在位的时候 和燕他被授予官职 但是明帝认为和燕这个人非常虚服而不识 所以只给了他冗官 没有实际的权利 到了正十年间 曹爽当政的时候 和燕就追随曹爽 这个官位后来做到了吏部尚书 封列侯 但是到了高平陵之变之后 和燕就跟曹爽 后来一起被司马懿给杀了 并且灭三族 这是曹燕的生平 那么和燕的生平 那么和燕这个人 他是当时那个时代的著名的美男子 我们听过一个词叫做腹粉和郎 这个别号也成为了 后来人们要一提起美男子 都会想起腹粉和郎 这个称呼 那么历史上记载 和燕这个人呢 很喜欢打扮 行不顾影 粉白不去手 就是说平常呢 他会涂脂 涂脂抹粉的 走路的时候 经常还会欣赏 他自己的身影 而且他还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有一个爱好 他是男生 男众 但是很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女子的样子 那么这种轻浮的生活态度啊 对当时的社会有广泛的影响 就造成了这个有许多读书人也跟他一样 学习他的作风 因此 在那个时代社会风气 人们就比较忽视伦理道德的修养 有更多的读书人就想 希望像何燕这样子 每天在那里谈选 说庙 不悟 时事 那么导致了清谈悟国的局面 而其实何燕 对于这种现状 他内心也感到不安 他这种不安的情绪呢 从他曾经写过的一首诗里面 可以看出来 他说 红虎彼翼有群飞戏太轻 长孔天罗网 优惑一旦病 那么虽然他能够像红虎一样 过着一种非常潇洒而自由的生活 但是他也常常忧虑 如果哪一天天罗地网 突然降下来的时候 祸患就会随之而来 因此红虎鸟 不要看他现在过得非常逍遥自在 可是不知道哪一天 祸患就会临头 那么想不到何燕的这首诗被他自己 说中了 因为他写完这首诗不久之后呢 就被司马懿以谋反的理由把何燕杀掉了 并且追杀他的儿子 那么这一段历史啊我们可以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因果反复 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曹操是邪天子以令诸侯 他是一位权臣 以大臣的位置篡夺了王权 那么后来曹氏家族又把天下拱手让给了司马家族 好司马家族当时也是以全城的身份啊 出现的 所以这是历史的一种因果 让人看了也是非常感叹 那么何燕他是一位读书读得很好的一位学者 他曾经和郑聪等人呢 写了一部论语的注解叫做论语集结 那么钟荣在诗品当中称赞他说啊 评书啊 这个评书就是何燕的字 说评书的红虎之篇风归见矣 把何燕的诗呢 也列在中品 而袁洪在《明氏传》里面把何燕等人呢 称为正史明氏 他和王毕夏侯璇等人在三国时期宣导玄学 这种清谈的风气 那么可以说何燕和王毕等人呢 是始作俑者 开了一时的风气 是未尽玄学的创始者之一 那么这个是何燕的生平简介 好 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位近代的何姓名人 就是何东爵士的夫人 何张连爵女士 那么这个家族啊 在近代香港是一个望族 何张连爵 他本来姓张 后来嫁给了何东爵士 所以贯夫姓啊 成为何张连爵女士 他的本名叫做张静荣 是何东爵士的第二位夫人 他的祖籍是在广东保安 何张连爵女士 就是张静荣 他从小就饱读诗书 曾经在私俗里面读过书 但是因为他出生的这个时代啊 也是这个近代史上比较动荡的一个时代 所以后来呢 他跟随着父亲 到处去游历 他曾经在明山游记 这个文中讲述了自己小时候的经历 和他家庭的情况 并且谈到呢 他的家啊 世世代代都是信奉佛法 学习佛法的佛弟子 特别是他的祖母和母亲 特别虔诚 所以这个何张连爵女士啊 她就是何东爵士的夫人 她从小呢 就跟着祖母还有母亲 李静三宝学习佛法 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佛教徒 到了他16岁的时候 就跟着父亲到江西九江 可是后来父亲生了病 就请了很多的医生 开了很多药方 都没有办法挽救他的病情 于是父亲过世了 那么张静荣是一位非常孝顺的女儿 父亲过世的时候啊 她曾经昏倒过多次 而且这个连水都喝不进去啊 内心特别的悲伤 她是一位大孝女 后来她就侍奉母亲 就移居到了香港 到了光绪年间 她和她为她的父亲守孝 守了三年 结束之后呢 就嫁给了何东爵士 那么因为何东爵士 她的原配夫人呢 一直没有生孩子 所以又娶了何章连爵女士之后 婚后啊 她一共生了三个儿子和七个女儿 因为何氏家族在那个时期 是香港的旺族 何东爵士呢 也是当时香港的首富 到了光绪二十二年 何东爵士的母亲去世之后啊 何章连爵女士 她非常孝顺 于是她把这个 何东爵士母亲 也就是她婆婆的临位啊 就供奉起来 并且用佛法的这些佛事 来如理如法的为她的婆婆 这个做好这些后事 那么等到她自己本人的母亲过世的时候 她也是守孝三年 并且发愿终身吃素 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 所以我们看到何章连爵女士 她一生啊 能够有这么大的福报 跟她的这种孝心是分不开的 你看她能够 我们看她好像是一位非常 生来就福报很大的女子 嫁给了香港的首富 并且为她生了这么多孩子 而且她的儿子当中像何世里将军 也是一位著名的将领 所以全家都是非常爱国的 那么家产又非常丰厚 我们看到这样一位女子啊 为什么她会有这么大的福报 其实都不是这个没有原因的 我们看她对待父亲对待母亲 还有公公婆婆这种孝顺 包括她对待丈夫 就是克敬的作为妻子的职责 包括在她丈夫生病的期间呢 她也是尽心尽力的去奉养和照顾 所以她的福报我们可以说是来自于她的孝敬 另一方面呢是来自于她从小跟随着祖母和母亲 学习佛法奉侍三宝所得来的 到了民国年间 有一次呢 和张连绝女士 她生了病 病得很重 于是呢 她就开始非常虔诚的念佛 就持送这句阿弥陀佛的佛号 想不到啊 出现了奇迹 后来她的身体就越来越好 那么有了这次经历之后 她对于佛法的信心就更加增长 并且虽然她生活在一个非常富贵的环境里面 但是对待这样的富贵的家庭 她也能够把儿女之情看得很淡 并且一心一意的修学佛法 民国十七年 他到英国 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返回香港 并且呢 这个聆听宝敬法师在香港讲授阿弥陀经 后来她随着河东爵士到辽宁 见到张学良 之后又朝拜了五台山 之后又曾经朝拜过印度和仰光金塔 那么她经过这一番的游历 去了香港 去了东北 又去了印度等地 她就发觉呢 在近代民国年间的整个局势已经发生很大的改变 而且是杀鸡四伏 随时有可能再发生世界大战 所以她体悟到 要想挽救劫难 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学习佛法 并且依教奉行 只有这是唯一的出路 就像她生病的时候 虔诚称念阿弥陀佛的圣号 最后能够奇迹般的痊愈 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在那个时代 因为宗教的力量非常薄弱 没有办法普及 于是这个何章连觉女士 她就体悟到 若要让佛法能够重新振兴 一定要新办教育并且培养人才 那么有了人才之后 再来弘扬佛法呢 这个就相当有力量了 因此她就发了愿 要去新办教育 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 这些教育的试验 所以我们看一位女子 她有这么深广的见识 这和她小时候 受到祖母和母亲的影响 是分不开的 可以说她是先天下之忧而忧 虽然只是一个女子 但是一生都是忧国忧民 为国家为社会 也为佛法的发展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于是她在民国19年 就在香港建立了第一所学校 建立了这个宝诀第一义学 这是义学的形式来新办教育 后来她又在澳门设立了宝诀第二义学 那么以这两个地方 因为有很多老百姓都生活在这里 所以她就可以通过新办义学的形式 把附近的一些贫寒人家的孩子 让她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 到了民国20年 河东爵士和她的第一任夫人 麦秀英女士 今婚纪念的时候 河东爵士当时是香港的首富 非常有钱 她为了纪念这个今婚的大喜 就送给了她的第一任夫人麦秀英 以及第二任夫人张连爵女士 送给她们每个人十万元 这个钱在当时是非常大的一笔数字 那么送给她们这个钱的目的是希望 因为她们全家都是乐善好施 喜欢从事于一些慈善福利事业 所以她的两位夫人拿到这笔钱之后 就可以选择她们所喜欢从事的社会福利事业 来做出一些对于社会 对于百姓有益的事 那么何章连爵女士 因为她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 她觉得呢 要把佛法弘扬起来 非常重要的是要建设一个佛教的道场 才能把佛陀教育的事业新办起来 我认为说女子的教育是特别重要 因为这个女子是天下太平的根本 如果女子从小让她接受良好的教育 她就能够建立良好的家庭 有了良好的家庭就能够组成良好的社会 所以对于女子教育方面的需求 其实是不亚于男子 再加上在近代啊 有许多贫穷人家的孩子 特别是女子 往往是没有机会可以上学的 因此 何章连绝女士 她非常的怜悯这些孩子 于是就在港澳 创立了女子异学 同时呢 对于她自己的亲生儿女啊 她也极力的劝导先生 何东爵士要培养儿女 让她接受好的教育 因此呢 她所有的儿女都受到很好的教育 包括她的儿子何世里将军 后来也成为了一位为国为民的 一位杰出的人才 一位将领 那同时她也很重视中文的学习 比如说在当时的拔萃女校 一般只是讲授英文而没有中文 这个在这个香港是非常常见的 因为后来香港 它实际上是属于英国所统治 所以她着重学习英文以及西方教育 但是对于中文却不重视 而何章连绝女士呢 她一直鼓励这个学校的校长 一定要设中文的科系 并且在这个学校设立了何东夫人中文奖 颁发给每届中文优异的学生 所以她的一生啊 都是为佛教以及为教育的事业 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那么乃至她最后往生的时候也特别殊胜 因为何章连绝女士 她是何东爵士的夫人 她的儿子像何氏里将军呢 也都是在母亲的培养下呢 成为了一个国家的动良之才 而家里呢 他们家在宗教方面是很自由的 各信各的教没有这个统一的 一定要信奉什么信仰 所以何章连绝女士在往生的时候啊 就开了一个往生大会 并且有许多记者来采访 并且和她家人说呢 说平常我们家庭的信仰都很自由 现在母亲要往生了 你们来念佛送我往生 所以这最后呢 她就安详自在的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在净土的佛教史上 以及近代 被传为一段佳话 后来这个也在报章媒体上 也有报道 好 这是一位非常有德行 也非常有智慧的女性 一位佛教的护法大德居士 这是何东爵士的夫人 何章连绝女士 她一生的生平介绍 好 那么女性 吕氏家族的介绍 我们就讲到这里 这个何氏家族的介绍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面呢 我们接着来看 何吕诗章的第二个姓 吕姓 吕姓 在姓氏急救篇当中有记载 吕氏是江姓 四月为雨心吕之臣 所以次吕氏 这个吕氏是次姓而来的 那么吕尚其后 吕尚就是指的江子雅 江太公 所以江太公这个名字 比他的这个实际上的名字 吕尚更出名 因此江太公是姓吕 那么这个吕呢 是由江姓次姓而来的 那么试本当中 又谈到吕人姓 历朝历代有许多吕姓的名人 和代表人物 比如说秦朝的吕不韦 秦朝的相国吕不韦 还有宋朝的吕端 吕仪简 吕祖签等等 所以吕姓他是出自于江姓 是炎帝的后代 他最初的第一代祖先是伯夷 伯夷他就是江姓 是炎帝的一孙 在姚顺的时代呢 伯夷他是负责制定和掌管礼法 成为了四月的始祖 而在大宇治水的期间 因为伯夷协助了大宇治水 后来被封在了吕 称为吕侯 到了春秋时期 吕被杵灭掉之后 吕国的贵族就把吕国这个吕 国家的名字 作为自己的姓氏 这个是吕姓的来源 那么除了以上的这个来源之外呢 还有其他的来源 比如改姓 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时候 仙碑族有一些姓氏 被改为吕姓 比如说 这个 差吕氏 改为吕姓 那么北周时期的四吕陵氏 也改成了吕姓 那么在商朝末年 因为吕尚 也就是江太公 他辅佐周武王 这个功劳非常显赫 后来被封在了齐 因此吕氏家族 因为江太公吕尚的原因呢 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那么江太公 他的生平 我们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江太公 这个吕尚啊 这个吕尚啊 是他的名 名上 字牙 因此人们又称他为江子牙 或者是吕望 太公望 他是周朝时期东海人 也是炎帝神农帝的第51世的孙子 是伯夷的第36世孙 本来他是姓江 那么刚刚说过 因为这个江姓啊 后来被封在吕 就是在大禹时期 伯夷 伯夷就是江太公的先祖 他治水有功被封在吕 称为吕侯 所以江太公的先人被封在吕 就把这个吕 作为家族的姓氏 所以又称为吕尚 江太公是一位非常有德行 也有才干的人 那么他一直等着明君圣主出世的时候啊 能够有机会辅佐君王来治国平天下 江太公年老的时候 曾经隐居 在河边钓鱼 那么遇到了周文王出列 在渭水之阳啊 他和周文王相遇之后 两个人一谈起来啊 就非常的投机 周文王非常欢喜 并且说啊 无与太公望之久矣 那么这个也是江太公 江子牙他的这个称呼啊 吕望太公望的来源 因为周文王说 无与太公望之久矣 太公呢 就是这个骨功胆赋 所以周文王 他这个等待这样的一位闲人 已经等待很久了 所以称之为 称他为太公望 周文王 就这个背里呀 把江太公 再回了 这个周王室 并且立为师 他是文王四友之一 那么在江子牙辅佐 周朝的过程当中呢 他先后辅佐过周文王 周武王 周成王和周康王 这四个朝代 这个四位君王 所以称为四代太师 所以江子牙是西州的一位开国元勋 也是其文化的创始人 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啊 他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 军事家 以及策略家 那么周武王在伐咒的过程当中 得到了江太公的辅助 就以太公的谋略为上策 成功的讨伐了商周王 并且结束了商周王的残暴统治 建立了西州王朝 统一了州市 那么后来江太公被封在了齐 我们在读群书制药的时候 会看到一本书叫做六涛 这个六涛就跟江太公有关 就江太公他的兵书分为六涛 就是文武龙虎抱犬 六涛一共有六卷传释 那么江太公在六涛当中体现出了 他的这个治国的主张 比如说他主张作为一位国君 他一定要行人修德 以德来治理天下 千万不能够一心一意的 只想着要满足自己的私欲 而不顾天下百姓的安危 能够以这种仁爱之心来存心 来治理国家 那么作为君王 他才能够与百姓同心同德 共同来使得国家越来越强盛 那么江太公的六涛呢 对于中国历代的军事 这个从事于军事活动的一些专家 的影响非常的深远 他甚至影响到了像这个孙武 鬼谷子 黄石公 还有诸葛亮等等 所以我们可以说江太公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位传奇而又伟大的人物 他的思想非常博大精深 所以有许多的这个诸子百家都把他视为本家人物 他被称为百代宗师 那么因为江子牙很善于用兵 一直到唐朝初年的时候 五庙还是以江子牙为主神来祭拜 好 这是江太公屡上的介绍 那么关于屡氏家族的代表人物 我们等一下还会再介绍其他人 那么下面先来看一下 屡性在中国历史上的迁徙和分布的情况 在南阳屡国灭亡之后啊 他的移民分布在河南南部和安徽北部 那么有一部分呢被迁到了湖北 那么齐国的屡氏 因为江子牙江太公的关系 所以也是非常的兴旺 那么在康公失国之前 齐国的屡氏就散居在各国之间 后来他的子孙也有在陕西和甘肃发展的 两汉的时期还分布到了河北山西 这个北方的这些省份 到了东汉末年 西洋人吕范 他为了躲避战乱而移居到了安徽寿县 古时候称寿春 到了三国时期 蜀汉的吕凯 还有吕乾 他们的后代呢 也有移居到了山西一带 就古时候称河东 就是今天的山西永济县这一带 到了南北朝时期 浙江江苏等地也有许多旅性的居民 搬迁到这里 好 这个是吕氏家族的分布的情况 那么关于他的堂号 在这里举两个堂号 一个是卫宾堂 卫宾堂和江太公旅上有关 因为在商朝末年 江太公旅上是在渭水滨钓鱼 那么他钓鱼非常有意思 历史上说江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就是他钓鱼的时候 实际上呢 这个 这个鱼竿啊 钓鱼的竿 他是锤在水面上 没有让他 这个 没有把他放到水里 这历史上说江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实际上他想钓的不是真正的鱼 而是要钓什么 要钓一位明君圣主 这样他才能够辅佐他来平定天下 所以江太公旅上呢 他是辅助了周文王周武王 奠定了周朝八百年不衰的基业 那么这段攻击呢 这个世世代代呢 他的子孙也引以为荣 所以就把唐号啊 称为卫宾唐 这个卫宾 卫指的就是卫水 就是江太公 在卫水之宾 钓鱼和隐居 好 这是周朝时期的一位贤德之人 再来东来唐 东来唐呢 跟南宋时期的吕祖谦先生有关 吕祖谦他 是称东来先生 吕祖谦他官位啊 坐到了著作廊兼国使馆编修 这是一位非常有学问的学者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东来博弈 这本书呢 对春秋三传有非常独到的见解 那么因为家族出了这样一位名人 于是后世子孙就把东来 作为自己的唐号 好 好 我们看万姓同谱 万姓同谱 除了讲到这个吕姓 他是来源于皇帝江姓 余下风在吕 后来施国 到了周朝时期有吕尚 这就是江太公吕尚 好 他的俊望除了河东之外啊 还有出自东平 好 这是万姓同谱当中的介绍 那么我们在万姓同谱当中还引用了 吕不韦 这也是吕氏家族在历史上的一位名人 谈到吕不韦 大家就会想到吕氏春秋这本书 以及成语一字千金 有许多成语啊 都跟吕不韦的生平有关 包括奇祸可居 这些成语啊都跟他生平的故事有关 好 吕不韦的生平呢 我们引用四库全书的意识 那么意识这本书被收在四库全书里面 他是林毕县一位姓马的支县所撰写的啊 实际上他也是引用了二十四史当中的许多记载 好 我们看看一下这一段是介绍吕不韦向秦 好 我们揭露了一小段啊 让大家对于吕不韦的生平有一定的了解啊 好 就在庄襄王即位三年的时候 庄襄王就过世了 好 后来太子 嬴政就立为王 嬴政啊 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 秦始皇 好 那么之前呢 关于吕不韦和秦始皇以及庄襄王之间的这个故事啊 我们在这里因为他比较长 好 我们就不做介绍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读 好 这个史书 好 为重负 那吕不韦 在当时是 好 权倾一时 好 势力非常的庞大 好 家里有 家同上万人 好 好 那么在当时的这个时代啊 就是这个时候 在秦王 秦始皇嬴政还没有 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时候 还是处在战国时期 好 战国有著名的战国四公子 好 就是魏国的信林军 还有楚国的春申军 赵国是平远军 齐国有梦长军 那么这战国四公子 因为他们都非常喜爱人才 爱护人才 好 所以在战国时期 好 是非常有名的 而吕不韦 看到说 好 这个秦国这么强 好 但是 好 却没有人像战国四公子这样子 好 这个李贤下士 延览了这么多人才 好 于是吕不韦也想要效法他们 好 就 这个网罗了许多人才给他们非常好的待遇 所以后来吕不韦门下也有十克三千人 而在战国时期 我们之前学三字经的时候介绍过 战国时期呢 在儒家也出现了许多代表人物 包括孟子还有荀子 而在诸侯之间也有许多各家的学者 在这个各个诸侯当中去 这个 把他们的一些治国理想 希望可以影响到当时的诸侯王 那么影响力特别大的 一个是孟子 一个是荀子 像荀子 他有很多学生 而且有的学生影响力也很大 还有他著书历说 写了一些书啊 对于天下的读书人 也带来了很深的影响 所以吕不韦看了之后 他也很羡慕 觉得说为什么荀子能写书 我却不能写书呢 于是他就让他的这些三千门客当中啊 这里面也不乏有学问的一些人才 让他们呢 把自己的所见所闻 编辑集合在一起 编成了八揽六论和十二纪 这就是吕氏春秋 他有一共有二十多万字 通过吕氏春秋呢 他认为说这部书啊 把天地万物古今之事都被载在吕氏春秋当中 所以吕不韦 让门客编了这部书之后 他特别有自信 于是呢 他就在咸阳这个地方啊 发布了一个消息 悬赏千金 并且 就是在当时的这些读书人当中啊 如果对于吕氏春秋能够加一个字 减一个字啊 就赠予他千金的报偿 那么这个故事就是一字千金的由来 那么以上呢就是吕不韦跟吕氏春秋的简单介绍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生平 可以看看历史上的记载 这个故事呢 也非常的有戏剧性 这是吕氏家族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 吕不韦的介绍 再来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汉高祖刘邦的夫人吕后 那么其实我们学习百家姓啊 通过之前我们对于一些家谱的学习 有了解到一点啊 就说啊中国古人编辑家谱和史观编辑史书的内容和目的都是有点不同的 好 那么史书着重于记载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 好 他要为后人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因此在史书当中呢 是善恶中间的人物都会收罗在其中 比如说我们看到大臣有联力 有酷力 就是有忠臣的忠心耿耿的忠臣 也有一些奸臣 他们的历史生平都会记载在史书当中 那么因为史书就像资质通鉴一样 都是他们都是希望给君王领导人一个历史的借境 所以他是善恶都会写的 但是家谱是不同的 家谱编辑的目的是让这个家族的子孙知道他祖先的来源 所谓木本水源就像水有源头 那么一个家族也是相同的 从古至今代代相传 通过家谱的编辑 让这个家族的子孙具有一种凝聚力 并且也了解到他的这个祖先都有 积下了哪些功德 有哪些善行垂范于后世子孙 所以他的目的是不相同 并且在家庭当中往往是以孝体传家 所以编辑这个家谱 一定是讲述祖先善的方面的这个故事 就是古时候出现过哪些贤德 贤人有德行有智慧有才干 甚至于在国家任职的期间 为国家做了很多贡献 家谱当中多半的都是记录这样的祖先 那么如果家里出现了一些奸臣 或者是德行比较败坏的耳孙 那么这些呢是不会记载在家谱当中的 他有一种隐恶扬善的作用 并且也有孝体传家的这种精神在其中 因此我们讲百家性原则上 也是遵循家谱的这种精神 因为是百家性嘛 各个不同姓氏的祖先 通常也是要赞扬他们的美德 但是这其中我们也有引用一些历史的公案 是讲到某些人的恶心恶行 那么这一点呢 那么通常都是会引用这个历史感应统计 因为历史感应统计呢 这是说在中国的证史当中 有记载的许多的人的列传 或者是传记里面 会谈到跟英国有关的内容 那么都汇集在历史感应统计当中 所以我们在讲解百家性的课程里面 有引诱这些恶人的传记呢 那么是为了给大家讲明英国 但实际上大家学百家性呢 主要还是要看善的方面 就是效法和学习这些善人的 善心善言善行 这个是我们学习百家性呢 不同于其他课程的一个地方 好 那么如果是讲恶人呢 主要是为了让大家明英国 就是大家不要去效法学习他的做法 这样就很好 好 所以这里呢 我们也引用了吕后的生平介绍 这个吕后的介绍呢 在吕后本记里面 他有记载 那么他的这段历史啊 就可以给我们看出因果当中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这个事实真相 吕后 所以他也叫吕智 是汉高祖刘邦的夫人 是他的皇后 那么吕后这个人呢 是一个嫉妒心很强 而且又残酷 凶暴的一个人 他生了太子刘盈 也就是后来的校会帝 但是吕后的这个儿子啊 他生性非常柔弱 跟他母亲刚好完全相反 而且很有同情心 很有仁爱心 那么汉高祖刘邦 后来有了一位特别宠爱的夫人 叫做妻夫人 妻夫人生了一个儿子叫如意 被封为赵王 所以称赵王如意 赵王如意从小就非常聪明 所以高祖刘邦啊 对他特别喜欢 特别喜爱 多次呢 就想要把太子废掉 重新立如意为太子 但是因为吕后这个人呢 他非常有心计 再加上呢 许多大臣 这个反对刘邦 重新立太子 所以最终呢 就没有实现 那对于这件事情 吕后是耿耿于怀 一直记在心上 对于七夫人母子啊 就结下了很深的怨恨 常常想要把他们置于死地 但是高祖刘邦还在的时候呢 他没有办法得逞 一直到刘邦 一直到刘邦嫁崩之后 吕后就立刻开始报复 七夫人母子 首先呢 他先把七夫人囚禁起来 然后再下赵 让赵王如意 回到京城 那么吕后的儿子 孝慧帝知道他的母亲 时时处处都想要 这个陷害赵王如意 因为孝慧帝这个人很仁慈 这跟他母亲完全不同 很仁慈 很柔弱 所以他就特别保护他的弟弟 赵王如意 亲自把他接到宫廷里 两个人一同生活 同吃同住 所以使他母亲吕后 一直没有机会下手 那么有一天呢 因为孝慧帝一大早就出去打猎 赵王还没有起来 吕后得知之后 立刻就派人送去振酒 振酒是一种毒酒 就赵王喝下这个毒酒之后 他当场就死去了 于是吕后呢 又开始报复七夫人 他斩断了七夫人的手脚 把他挖去双眼 耳朵也烧掉了 并且又给他喝药 把他扔到厕所里面 称之为人面珠 就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非常的凄惨 并且让他的儿子孝慧帝 去观看 那么孝慧帝因为他非常仁慈而柔弱 被吓得一病不起啊 就觉得说这么残酷的手段 这不是人所能做的 那么从此之后 因为他受到惊吓就不理朝政 那么过了几年 有一次吕后去参加一个祭祀 就是消除灾灾难的灾患的祭祀 在回来的途中 经过了止道 这个地方 止道呢 是这个是在今天的陕西 咸阳 有一座亭子叫做止道 那么在这个地方 刘邦 他攻入咸阳的时候 秦王子英就是在止道投降的 就吕后来到止道 就看到一个怪物 长得像一只仓狗 就向他扑过来 并且咬伤了他的右翼 那么后来突然这只仓狗又不见了 于是吕后回到宫廷当中 让人占卜 到底这是什么原因 占卜的结果呢 就是被吕后害死的赵王如意在作祟 那么从此之后 吕后他腋下这个伤口 一天比一天严重 最后呢 没有办法治疗 最后就 死的 这个非常之惨 那关于这段历史啊 日后我们在学习文昌帝君英志文的时候 会看到他们之间生生世世的这种 圆圆相报 没完没了的 这段因果 这给我们特别深刻的一种启示 就是这个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确实是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 一定呢 要了解到都是有因果的 我们起一个善念 做一桩善事 一定是有善的果报 那么如果我们是起恶念 做恶事 那么这个恶的果报 一旦因缘聚会的时候 这个是果报 还自受 好 那么这个以后我们学因果的经典的时候呢 好 再再更加详细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因果报应的李氏 李跟氏 大家对于这个因果的规律就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好 好 那么吕 吕氏的介绍啊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大家请接着看下面一个姓氏 施 这是施舍的施 施施 在姓氏急救篇中记载是鲁大夫施伯的后代 那么施伯是会公的孙子 施父之子 在阴明七族当中也有施士 好 好 那么孔子的弟子叫施之长 历朝历代呢 都有许多施姓的名人和代表人物 还有父姓 这个礼记 鲁国有少施士 在万幸同谱当中记载吴兴 这个吴兴是施士的俊王 鲁慧公子师父 鲁慧公的儿子师父 他的五代孙 第五代的孙子 伟生称为施伯 那么这个是施姓的来源 这个鲁大夫施伯是孔子的弟子 那么这两份资料介绍的施姓的来源 也都比较接近 那么施姓他的祖先是始于下朝时期 在下朝时期有诸侯国叫施国 施国他是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在今天的湖北恩施这一带 那么后来施国亡国之后啊 他公族的后代就把国作为自己的姓氏 那么还有一只施姓是起源于子姓 是商朝的后代 在左传当中就记载周文王的第九个儿子 叫做康叔 康叔呢 他被分为卫侯 是负责管理商朝的移民 这其中就有施氏 那么传说当中施氏是制造旗帜的工匠 那么这个就是刚刚谈到的 这个姓氏急救篇当中谈到的 因民七族这里面有施氏 那么施氏是负责制造旗帜的 好施姓还有另外一个来源是春秋鲁慧公的儿子 子伟自施父 那么后代的就以施父的这个字施 作为姓氏 那么施姓 他们在向南迁移的过程当中 其中有一只施姓家族的子孙就迁到了浙江这一带 在无星发展成为旺族 所以无星呢 就是施姓的俊旺 好这这个我们在万行同谱当中一开头就看到无星 好 这就指的他的俊旺 好 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他的 好 迁徙和分布的情况 好 施姓这个家族他是发祥于周朝时期的鲁国 就是在今天的山东这一带 好 他们的起源是在北方 好 但是施姓家族 他的这个凡胜 的时期呢 则是在南方这一带 好 那么在今天的施姓是非常典型的南方的姓氏 那么虽然他施姓得姓啊 不算特别早 好 但是他后世家族南迁 好 就是一到福建这一带呢 却是比较早的一支 好 那么这一点呢 是施姓跟其他的姓氏不相同的地方 他比较早啊 来到南方 来到福建这一带 那么特别是施姓家族的后世子孙呢 好 在文化方面啊 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比较大 好 像明清这一带 好 明清的时代啊 在江浙 敏 敏就是福建 好 在这一带的施姓子孙 有许多文化的名人 好 比如画家 书法家 转科家 还有许多 好 诗姓的子孙呢 考中的举人跟进士 好 所以他们在文化方面呢 是有比较大的贡献 好 到了春秋时期呢 我们看到 诗姓家族啊 有两位 好 比较著名的 名人 就是孔子的弟子 施伯和施之长 施伯和施之长啊 他们都是鲁国人 那么施伯 在这个 万幸同谱当中有记载啊 说他是鲁国的大府 是孔子的弟子 好 到了春秋末期的时候 鲁国被楚国灭掉了 于是呢 诗姓家族的子孙就开始在山东各个地方发展跟繁衍 好 好 秦汉之前 他们就已经开始呢 向河北河南等省份 去搬迁和发展 好 到汉朝时期 有诗姓的族人来到了关中 好 比如说 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叫诗仇 他就是从江苏的沛县来到了长安 好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比较动荡 好 好 那么在这种乱世 诗姓家族的族人就开始大规模的迁居到了江南一带 好 并且在今天浙江湖州这一带呢 就形成了比较大的聚落 好 再来一个比较特别值得谈到的历史就是 好 诗姓进入到福建 好 大概呢是在唐朝的中期 好 他们来到福建呢是比较早的 好 有一位叫做诗典的人 他随着他的父亲来到了河南 之后又来到福建 好 就定居在泉州 到了唐宋这个时期呢 居住在浙江湖州一带的诗姓家族的子孙就非常兴旺 好 好 家族很大人口众多 好 好 好 这也就是诗姓的郡旺 就是无心郡的来源 好 好 到了宋朝 有一位叫做施炳的人 他从福建那移到泉州的寻江 后来这只诗姓的族人呢 就分布在福建跟广东 成为了当地的大家族 那元朝时期因为蒙古 这个军队打到了南方 好 所以在江浙还有福建这一带的百百姓 为了避居战乱就到处迁移搬家 好 这个时候施姓家族有很多就来到了广东 云南 广西等省份 好 在明朝初年好 就是洪武年间 好 我们知道洪在明朝时期啊 有洪洞大槐树签名 好 这个施姓呢 也成为了其中的一个姓氏 好 那么他就被明朝政府分签到了河南山东等地 好 这是施 施氏家族他们的好 天居跟分布的情况 好 那么关于 好 施姓的代表人物啊 我们在这里还举一位 就是在万幸同谱当中有记载的施普 好 施普 这个人是一位大孝子 好 他是李宁人 好 生性就非常孝顺 他的母亲董事 有一次生病病得很重 好 好 那么施普他 好 非常的难过 好 因为他是一位孝子啊 好 他就在那里哭天喊地的 好 就是祈求 好 上天呢 能够 让他的母亲 好 好 这个病早一点好 好 那么甚至于到后来啊 他割掉自己身上的肉 好 煮了这个肉羹来奉养母亲 好 想不到母亲吃了之后啊 好 这也是孝子的成孝之心所感 最后呢 好 这个病情就有了起色 好 等到母亲过世的时候 他为母亲守孝啊 在母亲的墓旁 守孝 那么还是哀嚎如初 这孝子思念母亲的这种悲伤的心情 好 结果在旁边就有两只鸟 好 是住在这个师谱的母亲坟墓的旁边 他一听到师谱在那里悲伤的哭泣呢 那么这两只鸟啊 也跟着悲伤的哭泣 好 这是一位孝子他的孝心呢 连天地万物都受到了感动 好 好 那么这个是万幸同谱当中记载的 诗世家族的一位孝子的故事 好 那诗姓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啊 接着往下看 下一个姓是张姓 好 那么张姓啊 这是一个大姓啊 好 在姓氏急救篇中记载啊 张氏 他是从 宣元皇帝的 好 宣元子 好 邵浩帝 好 邵浩帝的第五个儿子 好 叫做辉 好 这是他的祖先啊 好 好 十张网罗 好 市长其职 好 那么后来就把这个张作为他的姓氏 好 那么历朝历代有很多张姓的名人 代表人物 比如说 好 魏的张仪 汉朝张梁张世之 还有这个晋朝 这个有唐朝的张九龄 还有宋朝张祥等等 所以张姓他最早啊 是可以追溯到宣元皇帝的时代 好 所以张姓是出自于皇帝 是皇帝的第五个儿子 灰的后代 好 好 那么为什么姓张呢 刚才姓氏急救篇当中啊 谈到 他的第五个儿子 灰 十张网罗 这是说灰啊 他发明了弓箭 好 所以皇帝就把他这第五个儿子 灰任命为公正这个官 那么公正同时也称为公长 好 那么公和长 好 合在一起就是这个张字 好 这个就是张姓最早的由来 跟宣元皇帝的儿子有关 好 到了春秋时期 晋国的贵族 好 叫做谢张 他的后代啊 就把他的名字作为姓氏 好 那么此外张姓还有其他的来源 好 比如说 在云南 这个地方啊 有世世代代居住在云南的南蛮 那么他的酋长叫做龙佑娜 到了三国时期 好 诸葛亮就赐他姓张 好 另外在三国时期 好 这些都是历史上有记载的哈 三国时期卫国有一位著名的将领 叫做张良 张辽 张辽呢 他本来是姓孽 好 后来是改姓 改姓 成为张 好 这也成了大姓 好 所以张姓在中国历史上不断的发展 壮大 并且遍布了全国各地 好 而张姓的始祖 灰 好 就是皇帝的第五个儿子灰 他的后代呢 世世代代居住在清河 所以清河就成为了张姓最为重要的聚居地 好 在唐朝时期张姓呢是天下的十大姓之一 好 好 所以我们在万姓同谱当中看到这个张好 就有谈到清河商音 这个清河就是指的他的俊望 商音是他的读音 而在万姓同谱则是谈到皇帝的第五个儿子 清赐生辉 好 那么他的官职是公正 他官胡兴 始至公始 好 就是弓箭的来源 好 好 所以祖是胡 为张氏 好 这是万姓同谱的 好 说法 好 好 那么关于张氏家族在历史上迁徙分布的情况 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在晋朝时期 中原的张氏就迁到了福建 到了唐高中期间 陈氏父子就是陈正和陈元光父子 奉命来到了福建 好 好 好 就开辟了张州 好 这个时候呢 有中原来自中原的张姓的军校随从 好 就跟着陈氏父子来到了福建 到了唐锡中王朝跟王沈之来到福建的时候呢 河南故史的张木也随同他们前往福建 后来被封为梁国公 好 好 而在福建的张氏家族 以他们所居住的地方 就分为了建湖 金坡等 好 比如说 嗯 这个 还有板桥 这不同的 好 这个支麦 支派 那么之后还有迁往广东的 好 那么这些张氏家族的子孙呢 都是认定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于河南 好 来自于河南光州故史这个地方 好 那么关于张氏家族 他的来源 以及他迁徙分布的情况 我们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好 下面呢介绍一下张氏家族的一些历史上的名人 好 好 我们看到万信同谱当中啊 我们举了几个例子 有张仲 有张仪 还有张氏之 那么张仲 历史上称张仲孝友 好 这个诗经里面说啊 侯谁在以张仲孝友啊 这个张仲啊 就是指的 好 这个张氏家族的 这个子孙 好 张仪呢 是张老的后代 好 他是跟着鬼谷子在学习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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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这个时代呢 他是一位著名的 可以说是算是一位外交家 好 他是在各国之间去游说 所以 好 后来这种合纵啊 连横 好 都是在张仪苏秦他们的游说之下 这种方法形成的 那么曾经 他被 张仪曾经被 处向啊 诬告 诬告他呢 盗取了 这个黄金 所以后来他被打的遍体鳞伤 回到家里的时候 他就问他的妻子 他说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 就是身体虽然被打的体无完肤啊 妻子说你舌头还在 那么张仪就说 舌头在这就够了 就是他换句话说啊 就靠着这个三寸不烂之舌 他有朝一日还能够在东山再起 后来呢 他当上了秦相 那么像这些人呢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他们在各国之间游说啊 其实都是为了他各自私人的私心跟私欲 而不是为着国家人民的利益 所以虽然他是跟着鬼谷子 在学习啊 但是呢 因为他的这种心态 最终呢 就导致他所学的这些啊 不是用来造福国家百姓 而都是来满足自己的私心私情的 好 这是张仪 还有张士之 张士之 我们之前听过士之结枉的故事啊 张士之呢是南洋赌洋人 他后来官位做到了庭位 那么曾经有人说张士之担任庭位啊 天下无冤民 就是说他非常公正无私 所以他担任这个官职的时候天底下 就没有冤民 那么他判判这个案子都非常公正 没有冤枉任何一个人 好 那么士之结枉这个故事 我们学小儿语 训小儿语的时候啊 有介绍过 那么 在当时 朝廷当中有一位王生 这个王生啊 他年纪已经很大了 是一位老人 他生平呢 非常喜欢 黄老之学 就是道家的学说 是一位很有德行的一个人 那么有一次呢 他在朝廷当中 这三公九七呢 各个官员都站立在一旁 好 就王生呢 坐在那里就跟 张廷尉 就是张士之啊 就跟他说呢 说你为我结枉 好 那么张士之 是比较年轻 是比较年轻 看到这个老人家 要他帮他结枉 他就跪在那里啊 就 侍奉老人嘛 他觉得是理所应当的 就后来有人就跟王生说呀 说你为什么在三公九卿的面前呢 来侮辱张廷尉 让他跪在你面前 帮你结枉啊 你看张廷尉 这是一个好官 人们都对他很尊敬 结果王生就说啊 他说我年纪已经大了 而且我又身份很卑微啊 好 我看到这个年轻人 是这么有德行 有才干 好 我就想 我也没有能力帮他做点什么 好 而如今呢 张廷尉啊 就张士之呢 他是天下的名臣 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大臣 受到朝廷上下乃至于老百姓 对他的敬重 所以我就故意侮辱他 让他跪在我面前结枉 让人们呢 越发的能够看出张廷尉 是一个很有德行的人 于是人们听了王生的这番话 才了解到他的用心 于是呢 就对于王生和张廷尉更加的尊敬 那么这一段历史就是 世之绝望 好 再来呢 还有一位 好 汉朝时期的张 张姓的名人 就是张良 好 那么张良 好 大家对他一点都不陌生啊 这是辅助刘邦平定天下的 一位 一位 得利的大臣 张良自子房 他是 尹川 常妇人 就是今天的河南许昌 他生在新政这个地方 那么他本来是出生于韩国的门法 那么秦国灭掉韩国之后啊 张良为了报仇 于是呢 就找了刺客要去行刺秦王 就是为了报自己国家的国仇加恨 好 于是呢 他找到一位利士 就在渤浪沙这个地方呢 要暗杀秦始皇 但是没有打中 是打中了副车 秦始皇非常生气 就下令要捉拿 暗杀他的凶手 好 正说张良只好改 这个改名更姓啊 就 逃出了 这个地方 那么在史记当中记载 有一次呢 张良 就来到了 夏培的遗上 遇到了一位老人家 这个老人家啊 就把他的鞋子 掉到了桥下 就跟张良说啊 如此下取旅啊 就说小小子 你到桥下 帮我提鞋子去 好 结果张良呢 就 真的去 帮老人 好 这个到桥下去 取鞋子 好 后来这个老人 就赞叹他说 如此可教也 好 于是就跟他约好了 好 后日平民 与我会辞 好 于是就跟他约好过几天啊 到同样这个地方 来见面 好 就张良 就看到这位老人是先锋 道骨 好 相貌不凡 好 好 那当时老人 这位老人让这个张良去帮他到桥下捡鞋子啊 是前后捡了三次 好 就是每次捡完鞋子之后呢 老人走了几步又把鞋丢到桥下 好 又让张良去去捡 好 就前后啊 捡了三次啊 并且张良是跪着 在那里帮老人 穿这个鞋子 穿了三次 好 所以为什么老人觉得这个 这个如此可教啊 看到这个年轻人 他 有学问 有抱负 而且又能够敬老 爱老 好 这是很有德行的一个年轻人 所以呢 就 这个给他传授了 一本书 好 并且 跟他说啊 读这个书呢 你要是把它研究透了 就可以辅佐国君来统帅三军 并且跟他约好 说十三年之后 在济北古城的山下 你看到一块黄石 那块黄石就是我 那么在历史上记载 这位老人传授给张良的这部书 就是失传已久的太公兵法 后来张良 张良就日夜苦读这部书 就成为了一位精通战略战术的军事家 于是在汉高祖起兵 这个除汉战争的过程当中 张良他辅佐汉高祖刘邦在旁边出谋划策 并且灭掉了项羽平定了天下 这是建立了很 就是辅佐刘邦立下了许多战功 后来十三年之后 他果然来到济北古城 遇到了一块黄石 于是张良为了报答老人 对他的恩德就让人把这块黄石 把他安置好 并且建了一个庙宇祠堂 来供奉他 祭拜他 后来在汉高祖刘邦即位之后 张良就被封为刘侯 他和萧和韩信 都是汉朝初年的三位著名的这个杰出的人物 好 那么这个是张良的生平简介 我们大家对他并不陌生 好 接着呢 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张迁 好 张迁 好 自子文 他是西汉时期的汉中人 好 其实汉武帝这个时代啊 充满传奇啊 好 我们学习汉武帝他当年的文制武功 都了解到在这个时代啊 就出现了许多 重要的历史事件 也国家有很多重要的政策的制定 都对后世影响深远 好 比如汉武帝时期 霸触百家 独尊儒术 就把儒家奉为正统的思想 好 那么在武功方面呢 平定匈奴 为了大汉王朝的江山的稳定 好 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所以汉武帝这个时代啊 确实出现了许多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好 那么张迁呢 就是其中非常著名的一位 好 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王朝啊 受到北方匈奴的侵侵扰 好 那么汉武帝他希望能够破除 好匈奴的威胁 好 他希望呢 可以联合大肉之 一起来夹击匈奴 好 于是张迁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时期呢 就奉汉武帝之命 出使西域 到了建元三年 好 张迁就以大汉皇帝特使的身份呢 前往肉之国 好 好 他带了一百多人 好 从隆西出发 进入到了匈奴地区 但是不幸的是呢 好 就被拘留下来 匈奴的残余啊 就不允许他们继续前进 于是张迁就被迫生活在湖地 生活了十多年 后来他也在当地娶妻生子 生活下来 但是始终没有忘记 好大汉天子 赋予他的使命 所以他一直在身上保留的汉疾 等待的机会啊 可以继续来完成朝廷交付给他的任务 就有一天 他潜逃成功 并且呢 在路途当中遇到 好 受到了 这个其他国家的帮助 就顺利的来到了肉资国 好 但是因为肉资国啊 他们在这个时期啊 迁徙到了大夏 好 并且土地 因为他土地非常肥沃 人民的生活很安逸 因此他们 这个国家并不希望跟匈奴发生冲突 去再继续跟匈奴打仗 好 所以张谦反复的劝说呢 肉之王依然不愿意答应呢 和汉朝联合起来 打击匈奴 结果张谦呢 只好 无功而返 回来之后呢 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多 一直到 公元前126年 老蝉鱼过世之后 好 因为他们发生的内乱 张谦呢 才有机会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好 所以这一次的初始啊 他先后是 有13年的时间 好 去的时候 整个初始团有一百多人 但是回来的时候啊 好 只有张谦 和随从 唐义干复 两个人 到了公元前119年 汉武帝 再次 派张谦 任命他为中狼将 让他率领300多人 带了600匹马 和许许多多的牛羊啊 金箔啊 再次出使西域 那么这一次呢 匈奴已经被赶出了末北 汉朝的国力非常的强盛 所以张谦带领的这个使团 在一路上呢 就受到了欢迎 好 那么为了扩大 汉朝跟各个国家之间的 联络 好 张谦呢 就派遣他的副使啊 到各个不同的国家 比如说康居国 大肉汁 安息国 余田国 等国家呢 就开展了外交工作 他的足迹啊 就遍布了中亚和西南亚各个地方 那么最远的使者 还有到达地中海沿岸的罗马帝国 以及北非 这对于汉朝影响力的这个增强 起到了重要作用 也提高了汉朝的国际形象 所以回到祖国之后 张谦呢 后来官拜大行 位列九卿 就是汉朝政府啊 给予他非常丰厚的待遇 这是他历经艰难 两次出使西域呢 最终在外交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那么他一生当中 这种外交 兼具外交家和探险家的这种才能啊 好 让后世之人非常的尊敬和敬仰 后来汉武帝呢 封他为伯望侯 好 这确实是明时相符的 好 那么这一段呢 就是张谦的生平的介绍 好 我们看他一生两次出使西域 好 虽然 九死一生历经艰难 好 最终呢 他还是 时时不忘 他作为大汉使臣的使命 好 这种忠心 爱国 尽忠职守 这种精神呢 也是为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呢 所尊敬 好 这是张谦的生平简介 好 说到张氏家族啊 我们还要为大家介绍一位 著名的人物 就是张天师张道林 在一千九百多年前 就是东汉光武帝的时代啊 张道林 他出生在浙江的天木山 好 那么张道林 张道林 他是张良的九世孙 张道林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过啊 他是 汉朝的刘邦 身边的 开国功臣 开国功臣 被封为刘侯 所以张道林呢 是张良的 第九世的 儿孙 他从小啊 就特别聪明 从小呢 读了很多书 金石子集 各种各样的书呢 都 认真的去 读诵 所以从年少的时候就开始做官 可是他看到啊 东汉时期 这个社会 开始越来越动荡 而且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很多的 这个 瘟疫 于是呢 他为了 帮助人们能够脱离这个苦难 并且修道成仙 因此他就创立了道教 张道林呢 就成为了道教的创教的祖师 被称为张天师 他26岁的时候呢 就获得了一个封号 这是东汉明帝的时期 那汉明帝时期啊 还有一位 还有一件重要的大事 就是佛教正式传入到了中国 而作为道家的道教的创始者 他在26岁的时候啊 张道林 张道林就被 封为贤良方正这个封号 并且 出任江州令 这个官职 但是他看到当时的政治非常混乱 所以他就此官 到了北芒山 到了北芒山去修行 北芒山呢 在我们今天的河南洛阳 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北芒山呢 它是三个县城的界线 就是衍诗 拱 孟金 这三个县的界线 是铲水的水源 就是出自于北芒山 而在古时候许多王侯还有公卿呢 都是葬在北芒山这个地方 所以张天师他就来到这里 隐居 隐居了三年 在里面修行 到了汉章帝的年间呢 朝廷还征召他 到朝廷来担任博士 但是他就说自己身体不好 就找了个借口啊 没有接受朝廷的征召 到汉河帝年间 王帝知道说 这个张天师是很有德行的 所以三次征召他 还有亲自接见 受给他祭献侯 那么张天师都当面拒绝了 他就到各地啊 先山圣境去云游 因为他的志向呢 并不在于在朝廷任理一个官职 而是希望通过宣扬道教的教义 来救济更多的百姓 到他57岁的时候 就带着弟子来到了江西 跪西的云锦山 于是就 这个 创了道教 并且在自己原来的名字 张灵中间呢 加了一个道字 张道灵 那么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他就苦练道法道术道经 还练成了九天神丹 那么他九天神丹 炼成了之后 就是龙和虎 以云霞的形态 就出现在云锦山的左右 山峰当中 所以云锦山后来啊 就被改名叫做龙虎山 那本来他可以跟弟子继续在龙虎山修行 成仙 但是他觉得在战国秦汉时期 也有许多的高人隐士修行得道成仙 但是呢他们却不能够去救世 去救济天下的百姓 因此他觉得应该把道家的思想 普及到天下 于是他经过观察 他发现 鼠这个地方 鼠就是今天的四川 这个地方的人民百姓呢 对于神仙的信仰 特别真诚 而且社会稳定 民风也很淳朴 于是呢张道陵在永和年间 就率领了七个弟子来到了四川 而当时张道陵已经是九十多岁的高龄 在东汉顺帝 这个时期张道陵和弟子呢 就沿着建门的古战道来到了四川 就在四川赫明山修道 那么他留下了二十四篇的道书 创立了这个天师道 他传道教传了几十年的时间 所以历史上呢就称赫明山 称他为道教的发源地 那么后来张道陵 他定太上道祖降世为老子所写的道德经 把他定为圣经 同时他还撰写了老子祥耳柱 来重新解释老子的道德经 正式创立的道教 还写了二十四篇的道书 那么对于道教修行的教理教义等等的 都做了明确的阐述 他带领他的弟子在修道的过程当中 确定了他们入道的目标 就是要济世度人 这是外在的这个修行 那么内在呢是要得道成仙 那么无论日后是否能够得道成仙 他们通过修行也可以延长寿命 通过修道能够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 那么这个呢就是张道陵 他这个创立了道教 他的一个目的 那么这是张氏家族的另外一位 著名的代表人物 那么今天的时间到了 关于张氏的张姓的唐号等 我们还没有介绍完 下一节课呢我们还继续来为大家做介绍 谢谢大家